我們來介紹這個矩陣的列印算 這個矩陣的列印算 跟高氏消去法是一樣的 我們之前講過高氏消去法 高氏消去法是說 我們用那個加減消去法 使得下三角等於0 下三角等於0 以後的話 你這個就除過去了 你求出來又帶回去 就可以求出歪 那他運算過程的話 我們說有三個基本運算 我把某一個方程式全部成一個常數 那跟原來解釋一樣 或者是說 兩個方程式交換 兩個方程式交換 這個也是一個運算過程 或者是說 這個東西的話 乘一個某一個常數以後 加下來 使得呢 這個係數消掉 我這個是第三個運算 那矩陣的列印算也是一樣的 矩陣的列印算跟高氏是一樣的 它只是說 因為我們在這個做 做這個加減消去法的時候 這個x跟y都沒有動 這個東西都可以把它寫出來 這個可以把它寫成x 這個我們稱為行向量 加這個y係數可以衝出來 這是b1,b2,b3 這豈人們叫b1,b3 這豈人們叫b3,b4,b4,b3 4,b4,b3 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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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b3 3,b4,b4,b4,b5,b5,b1,b4,b4,b4 高氏,b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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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7,b3,b4 b4,b4,b3.b4,b3 跟向量相等,X坐標一樣 在Y坐標,G坐標一樣 X的狀態跟X乘以R 一個向量乘以一個係數 就等於把係數乘進去 等於是把係數乘進去,再加強 跟這個是完全一樣 就是E對E對一個 這個分量對應到這個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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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做矩陣的列預算的時候 這個XY都沒有動 XY都沒有動的話 我就可以再把它簡化 怎麼簡化呢? 這XY已經都把它拿掉 拿掉以後 形成一個什麼呢? 這個我們叫矩陣 這個矩陣的話 我們有個名稱 就稱什麼呢? 這是A1,A2,A3 B1,B2,B3 B1,B2,B3 C1,C2,C3 這個稱為什麼呢? 稱為這個三元一次方程式的係數矩陣 我們要做矩陣列預算的時候 我把這個矩陣的話 把它擴充 這個我們稱為真廣矩陣 再把這個常數箱呢 拿進來 第一,第二,第三 拿進來以後的話 我們來做矩陣列預算 這矩陣列預算跟什麼呢? 跟領高斯消去法是一樣的 比如說,我要把A2消掉 那我就怎麼樣? 我就把A2除以A1 乘以這個以後 加個戶號 這樣加進來的話 這個就沒有了 這個的話 把它乘一個什麼呢? 乘一個A3 A3 除以A1 這樣子 那一次約掉了 這邊A3 加個戶號 再把它加進來 加進來這個就消掉 然後的話 以此類推 就可以得到 下三角等於0 這個XY都沒有動 XY都沒有動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上列 下三角都是等於0 以後 那我就可以把A2求出來 A2求出來以後的話 再把它帶回去 Y就求出來 再把它帶回去 Y帶回去以後 X就求出來 那這種過程的話 我們就稱為 矩陣列預算 上矩陣列預算 跟什麼? 跟高斯消去法 上兩個方法是一樣的 那高斯消去法 它有三個基本運算 第一個基本運算 就是 黑馬呢 兩類交換 就是說 R的這個 兩類交換 這是 一個 一個 一個基本的 算法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黑馬共一列 乘以 乘以那個 一個常數 乘以一個常數 通常要讓係數等於1 係數等於1,就可以直接乘以-a2 就把它消掉了 可以乘一個常數 這是第二種運算 第三種運算是主要的運算 你把這個東西乘一個常數以後 加到其他類 可以把其他類的某一項消掉 這是第三種運算 所以舉這個類運算 跟高斯喬去瓦一樣 同樣有三種運算 這個就是舉證的類運算 舉證的類運算 跟高斯喬去瓦的類運算目的一樣 都是為了解三元一四方乘四 這個就是舉證的類運算